看新聞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六月二十八號的公視手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環太平洋軍演記者會 在美國時間二十七號 與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聯合基地舉行 現場記者會有許多臺灣媒體 關切臺海情勢 像是臺灣未來能否以觀察員身份參與 美軍第三艦隊司令約翰韋德巧妙避談 但指中國因為沒有遵守相關規範 沒有被邀請參加今年軍演 好的主播觀眾記得現在位在夏威夷珍珠港的西卡姆聯合基地 這邊現在是美國時間二十七號 也是環太平洋二零二四軍演的記者會現場 我們看到港口這邊已經停放了 像是韓國 日本 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的軍艦 都已經聚集在這邊了 但很可惜臺灣這次還是沒有被受邀 那這次記者會的現場 會不會觸及台海的議題 及牽動印太區域局勢發展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記者會現場 欠穆英雄 dall岸 这次环太平洋记者会 由新上任的美军第三舰队司令 韦德主持 针对今年主题 韦德提到三大目标 包括安全环境保护专业性 而记者会现场来了许多台湾媒体 都争相发问关切台海情势 包括台湾没有被受邀 未来是否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但韦德没有正面回应 倒是指出美国遵守一中政策 中国因为没有遵守相关规范 所以没有被邀请 此外台湾海巡新竹舰日前献中夏威夷 让外界好奇 台美会不会在海上 有不期而遇的交流机会 韦德也是巧妙必谈 而公司新闻则提问 军演将集成类航舰塔拉瓦号 外界认为剑指中国 韦德表示这场实弹射击 给予盟友机会 使用多种武器进行攻击 相信可以完成所有演习 我们先将镜头还给棚内 读报时间来看到中国时报室 行政院昨天核定 二零二五年 政府行政机关 办公日例表 总放假日数为一百一十五天 而三天以上廉价的假期 共有六个 自由时报报导 七月份有多项重大新政上路 不少和友善育儿 强化儿童照顾有关 包含公立幼儿园 首度提供暑假交托服务 每月收费两千元 联合报提到了美东时间二十七日晚上 美国前后任总统将再度于辩论场上正面对决 民主党的拜登对战共和党的川普 美联社民调指近六成美国人 关心这场辩论 看完报纸的重点继续来关心 陆委会宣布 赴中港澳旅游警示 从黄色调升为橙色 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不过旅游业也担心 调升警示 可能会再冲击到两岸观光交流 陆委会也强调 只是提供给要去对岸的国人参考 是保护性警示没有强制性 陆委会二十七号宣布 赴中港澳旅游警示 调升为橙色 避免非必要旅行 还指出八旗文化总编副查 跟台湾民主党副主席杨志渊 都是被中共以分裂国家名义逮捕 提醒国人赴中港澳前要多考量 但也强调 并非反制中方日前提出的 成都二十二条意见 不过调升旅游警示 先前规划好的旅行团六月可附录 旅游业担心再受冲击 两岸紧张温西还会降温 共军持续扰台 国防部公布二十四小时内 征获三属架次供机 七艘次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三十三架次供机 逾越海峡中线 从北中南东四面扰台 最近只离台北不到三十海里 而完比四十三海里 不只空军跟共机在台海角力 军事迷二十七号上午 记录到美军一三B哨兵空中预警机 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南空域 显示各界关注台海变化 国际也力挺台海稳定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木德斯表示 若台海爆发战争 菲律宾可能允许美军使用 非国基地保卫台湾 白宫安全顾问柯比表示 美国跟日韓非盟友的努力 都希望避免區域爆发冲突 記者 歐茸 謝其文 吳家宝 綜合報導 全台各地炎熱 氣象署也提醒 近期仍可能有剧烈天氣 南投仁愛鄉 華岡部落 二十六日午後 雷雨伴隨冰雹 近百公頃的高麗菜 蒜苗 以及菠菜都受到波及 總損失超過了一億元 另外 在花蓮 則是發生了 山友登山中暑的意外事件 昨天被吊掛救出的時候 已經不幸身亡 空警總隊出動到瓦拉米 步道進行救援 陽性山友被發現 救出時疑似中暑體力不支 出現心跳加快等症狀 但由於天候不佳 直到二十七號上午 再度吊掛成功 但他已不幸去世 年日酷熱天氣 午後熱對流旺盛 南投仁愛鄉 華岡部落 歷經二十六號下午大雷雨 和冰雹 不只高麗菜 菠菜等即將採收的 作物被砸爛 當季蒜苗也受損嚴重 粗似受損率達八成 氣象署預報 接下來一週各地受太平洋高壓影響 午前悶熱 午後揍雨 仍有劇烈天氣發生的機率 日七號全臺最高溫出行在高雄燈塔 測得三十八點七度 其他各地也都相當悶熱 每年有一百八十六天氣溫超過三十度以上的臺南 近一週以來已經收到二十件熱傷害救護案件 回顧過去一週天氣狀況 屏東三地門 溫度就來到三十七點七度 接下來台北設子也在二十二號測得三十八點五度 而雲林陡南 屏東長治也都出現超過三十八度高溫 高雄燈塔更在二十六號出現三十九點八度高溫 氣象署提醒 要慎防連續高溫帶來的傷害 多補充水分以及注意防曬 記者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再升溫 疾管署預估七月中旬迎來高峰 單週確診恐怕超過十萬人次 衛福部長邱太元首度坐鎮防疫 近來醫界點名新冠病毒藥物 莫納皮拉維缺藥 疾管署已經緊急採購兩萬人份 預計七月四號 國內第六波新冠本土疫情再起 有診所才剛開診 就有民眾排隊掛號 基層醫師臨床發現 不少人是二次感染 甚至有人第三第四次確診 大多是自覺症狀 類似感冒 所以放鬆戒心 面對疫情升溫 衛福部長邱太元也親上火線 首度坐鎮防疫 宣布將持續監控疫情 強化防疫物資儲備等四大策略 針對近期有醫師特別點名 新冠 抗病毒藥物 莫納皮拉維缺藥 機關署表示 不管是世界衛生組織或是臺灣 莫納皮拉維 都是列為有條件下使用的藥物 日前已經緊急採購兩萬人份 預計七月四號到貨 不適合使用貝拉維的狀況之下 就是莫納皮拉維 他最有效的一個族群 那包括重症的腎功能不全 肝功能不全 以及既有藥物 有嚴重的交互作用 由於新冠必發症上週新增八百一十七例 較前一週增加三成 疫情來得又急又快 機關署預估七月中旬將迎來高峰 單週恐怕超過十萬人次染疫 至於外界關心是否恢復口罩令 莊仁祥強調 新冠肺炎 已經改列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醫療院所是建議戴口罩不強制規定 但是醫院仍可因應疫情自行規定 是否進醫院戴口罩 記者 秋夫菜 特報道 日本三月爆發小林製藥的紅麴食胺危機 許多人吃了相關病毒 保健食品後 腎功能下降 甚至造成五人死亡 由於臺灣釣場也有引進 該原料製成保健食品 不良反應的通報件數 已經有六十六件 臺灣消保協會受衛福部委託 宣布正式提出團體訴訟 倒出膠囊原本是想養生的保健食品 反而傷了腎 日本小林製藥的紅麴原料 今年三月在當地爆發嚴重食安危機 釀成五死 隨後風波延燒臺灣 因為國內也有不少藥廠引進該原料 多位消費者吃下相關保健食品後出現不良反應 我因為左腎有水腫 我就去做手術治療 那手術治療出來之後 左腎功能低下 變成我現在就是只有靠右腎才能夠運行 我希望他們要負責這個問題 我一直電話打過去 我把錢退給你 不然就呼籲紅麗點數給你 這樣子 鄭先生原本腎功能正常 吃了含該原料的紅麴保健食品後 腎絲球過濾率開始出現紅字 截至十四號為止 臺灣因食用含該原料的保健食品 而產生不良反應的通報件數已有六十六件 臺灣小保協會受衛福部委託 二十七號宣布將提出團體訴訟 來為消費者爭取該有的權利 消保協會提醒要參與團送的消費者 需提供爭議產品的食物 或空瓶及購買證明 並填寫團送申請書 於七月底前完成申請 由於部分消費者已遇到藥廠 態度消極 僅願退廢的狀況 消保協會表示 若業者沒有清償能力 不排除跨海向日本小林製藥求償 新清安優惠房貸 財政部公布最新的房幣措施 除了在貸前徵審 貸後管理和稽查 以及新戶簽署 自助竊節書外 另外還新增了現貸一次的條款 此外 經過八大公股行庫追查 已經抓出有數百戶疑似人頭戶 或轉售轉租的情況 政府推出新清安優惠房貸 但卻衍生出轉租人頭戶等問題 日前財政部要求八大公股行庫進行追查 現在傳出部分行庫調查後 抓出數百戶疑似人頭戶貨 轉售轉租的情況 財政部將在二十八號週五 再找公股行庫開會 要求盡速追查回報清查結果 絕大部分都是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都是極少數的 頂多一趴兩趴就頂多了 大概是這樣 根據財政部最新的統計 新清安去年八月一號上路至今年五月底 累計核帶五萬七千九百八十戶 核帶金額高達四千兩百八十一億多元 核帶區域以新北市的百分之十九點九五 佔最多 再來是高雄市以及台中市 進一步看房屋買賣總價 則是一千五百萬元以下 佔比達百分之七十八點二 而貸款年數以三十一年到四十年最多 達到五成 為了防堵新清安遭到不當的濫用 財政部要求各行庫強化 貸前貸後管理機制 新貸戶也必須簽自助切結書 並新增現貸一次的條款 也就是去年八月一號之後 金銀行核帶新清安貸款者 從今年六月二十七號起 不得再次申貸 金貸戶的真題 請他們要提出自助的切結書 現貸一次 因為我們希望說這個貸款 是真的給有需要的民眾來使用 加強管控的部分 我們會透過政府的資料去勾激 有沒有符合自助的這樣的情形 任清華表示目前不會有排富和年紀限制 但會在滾動檢討政策 並強調對新清安任何違規的行為 絕對是零容忍 一定會查到底 請申戴戶 不要以申試法 記者 吳曉禹 陳昌偉 特別報導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 副社國中部 國一新生入學考試 三月放榜 但是到上週 卻有一百多位學生被通知 無法就讀 讓家長學生無法接受 到市議會陳情 校長則到場道歉 院承諾補償 教育局表示 招生作業疏失 依法可開罰三十萬 至一百五十萬元 三月十一號放榜 考上東山高中副社國中部的小六生 開心拍下照片 也依照學校通知 到學校繳保證金 量身訂做制服 還領回暑假作業 但就在上週五 突然有一百四十二位新生被通知 因為教育局不同意增班 無法就讀 退回 已經繳得兩萬兩千元註冊費外 另外再給兩萬兩千元支票 作為補償 那天下午跟他通知 可是晚上的時候 他還在寫書家作業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他覺得一個學校 不可能這麼沒有誠信 這次發生的事件 扼殺的是孩子 對學校 對社會的信任 到現在還在說分數 疏失 應該是孩子們要承擔的嗎 家長表示 有學生因為考上東山 就沒有再去考其他私校 也有學生因此放棄了戶籍所在的滿額公立學校 但現在也可能回不去 受到的傷害難以彌補 校方解釋 這是因為向教育局爭取增班 想努力到最後一刻 承諾將開設專門窗口 給予學生補償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 在四月中旬和六月初都開協調會 向校方明確表明不能超收 對於這一次招生疏失 涉及上百人 將提報私校諮詢委員會來進行討論 從重懲處 檢收或停止部分班級或全部班級的招生 包括了承辦人 主任校長 都可以依照私校法八十條進行罰還 罰還金額從三十萬到一百五十萬不等 至於受影響學生 雙北教育局將建立協助 回到原學區公立學校就讀 依照三月原分發結果入學 若當時學生未登記公立學校 也會協助改分發到其他公立學校 記者 廖長文良台報導 有不少租屋族會上網搜尋適合物件 但越來越多詐騙集團 盜用照片假冒房東 或是用優惠價格進行刊登 要求刊屋前先付款等等 提醒租客刊屋時不要繳任何費用 為正式簽約錢也別提供個資 網路發達民眾想找租屋處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在外奔波 找刊登的看板 只要動動手指上網搜尋 就可以看到各種房型的物件 雖然省下不少時間 但也要小心有越來越多的詐騙集團 寄生在租屋社團當中 一定是從多方平臺去看 然後不會那麼直接 只依靠一個單純的廣告紙 然後就打那通電話 學生要租房子 就是一定會有學長姐有可能租過 就可以找學長姐討論一下 所以網路基金會就整理出 近期租屋詐騙手法 包括網路盜圖 用假身分冒充房東 用漂亮樣品屋圖片 加上合理甚至優於市場條件 刊登於租屋網 又或是宣稱物件搶手 抗屋前要求提供身分資料 或是必須先付款 並搭配可直接轉押金 或是之後會全額退款等話數 來取信被害人 剖一些個資 就說你看我是房東啊 我的身分證 先博取房客的相信 相信之後接下來部分 可能就開始跟你聊天 感覺起來好像是房東 在跟房客之間的一些相互的對話 崔媽媽基金會表示 無論是民法或是租賃條例 都沒有任何一條規範要求房客 必須繳納費用才能抗屋 也沒有任何一個名詞叫做 抗屋預約金 要是遇到被要求先繳費 才能提供抗屋 請勇敢拒絕並放棄此物件 另外也要善用以圖搜圖的功能 確認物件是否被倒圖使用 未正式簽約前 也不要提供任何的個人資料 才能免於受騙 記者吳曉禹 陳昌偉推報導 巴黎奧運臺灣射箭代表隊 再度取得滿額席位 男團由東奧國手湯志軍領軍 搭配林子祥 戴雨萱 而女團則是由第四度參加奧運的雷千營 帶領杭州亞運隊友邱毅勤 以及十八歲的李彩奇 期待再創夾擊 府拿到奧運資格的喜悅 還在雷千營 邱毅勤 李彩奇 湯志軍 戴雨萱和林子祥 出席國際運動品牌贊助活動 手持反曲弓 擺出勝利姿勢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團隊 然後我們這一次出發 去土耳其的目標也都是一次 就是希望能夠把參賽的滿額全帶回來 然後給大家 然後希望我們也能夠一起牽手 前往巴黎奧運 雷千營將第四度出征奧運 隊友邱毅勤和李彩奇則是第一次 尤其李彩奇才十八歲 形同越級打怪 站上真正的國際大舞台 會有一些張力 壓力 也會遇到前所未有的狀況 從挫折中站起來 上屆東奧男團銀牌的班底湯智君 將帶領首次前進奧運的戴雨萱和林子祥 他說戴雨萱是同校學弟 林子祥也曾在國際賽搭配 三人就像兄弟 台灣三少的最大優勢就是年輕 連續六屆奧運台灣在射箭項目滿圓出戰 出國前將在台灣透過模擬賽保持節奏 而外傳雷千營在巴黎奧運後將退役 他只說把每場比賽當最後一場拼 也對學弟妹們說不管遇到對手厲害與否 不用預設結果 只要把平常準備發揮出來享受過程 就會有很多收穫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 宜蘭縣月明國中小十五名師生 七月五日要駕駛重型帆船 從蘇澳港出發 繞台灣一圈 航程大約二十八天 過程中也邀請全臺 共三十六所領海學校五百多名師生上船體驗 一起打撈海洋垃圾 學生駕駛小型帆船在海上練習 學習航海技術並了解海礦 以南鄉原名國中小 共十五名師生 預計七月五日駕駛重型帆船 從蘇澳港出發 先到基隆再到澎湖等離島 繞行台灣一圈 孩子們先透過操駕小型帆船 熟悉海洋 共是要二十八天 一千九百三十九公里 大概是一千零四十七海里 這次航行航程約二十八天 共一千九百三十八公里 國家海洋研究院 也派五名科學家一起登船 攜帶海洋浮標 溫生岩儀等儀器 和學生一起監測 進行海洋垃圾 海水表面塑膠微粒 海水酸鹼度及溶氧量等調查 深入了解海洋污染情形 然後呢 他們會攜帶價值兩百五十萬的 科學儀器 然後上 就是上我們的帆船 跟著小朋友一起航行 在過程中呢 會教導孩子們 去觀測洋流 波浪 海水的水池 還有湖峻的特性等等 這兩艘重型帆船分別是光腳號 及阿末號 除了越民國中小 全台三十六所領海學校 共五百多名師生 在船隊抵達時 也會被邀請登船體驗 一起上這堂海洋課程 怕自己途中會嘔吐等等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我絕對不會吐的 因為我以前搭船都沒有吐過 因為沒有過這樣的經驗以及體驗 會讓我覺得很好奇 也會感覺很緊張 學生們對於出航 既期待又害怕 很擔心暈船 但因為平常就有在練習綁繩等技術 對於成功漏行台灣一圈 還是充滿信心 記者林靜蘭 宜蘭報導 斯洛伐克火車撞巴士 無死無傷 地點發生在一處有柵欄 有燈號的平交道 而美國芝加哥也發生貨運火車出軌 無人傷亡 當局正檢視是否有危險物質外洩 乘客提著行李下車時還回頭看一眼 因為車頭部分正在燃燒 這般從捷克布拉格 開往匈牙利 不達佩斯的跨國列車 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第斯拉瓦 以東約110公里的新扎姆基鑽 與一輛巴士相撞造成死傷 當局表示 事故地點發生在一處有柵欄 有燈號的平交道 事故原因調查中 美國芝加哥郊區發生貨運火車 行進馬特森村10出軌 當局為確保居民安全 下令事發地點1.6公里範圍的居民撤離 液化石油器無色無味 吸入會導致試睡 呼吸到敏感 長期接觸會神經受損 流鼻血等 由於運載量很少 加上判斷油氣已經揮發到空氣中 對社區居民沒有危害 隨後解除疏散令 公視新聞黃韻林便宜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公視首語新聞 我是紐宣文 下週一同一時間再會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公視首語新聞 感謝您的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電視聴也要做出風評 在助理會中心的影響 注意力超大的 加坡 銀利 在視聴上 下午 下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